我想一辈子保护你 初一封 少年 你还是太年轻了 苏念峰 才是你值得一爱的 纯情美少女 我 我知道小峰是很好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启元 我跟她认识好多年了 我很了解她 我也很珍惜我跟她之间的感情 所以不管发现什么 我都不会放弃的 我 我吃饱了 我想出去走走 没开放的啊 那开始 有了 炸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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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只关心你 别哭了 我不喜欢看你掉眼泪 刚才那样 我能不哭吗 你又没有通信心啊 好 你哭吧 你就不会抱抱我 安慰一下我吗 当然 我多想一辈子抱着你 穿衣服 好 好点了 好点了 我 我仔细一想想 这好像也不是失恋的改变 那是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丢脸 可能 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秦瑶吧 你了解她吗 你可能是把自己 对完美初恋的幻想 全部涂射在了情瑶水上 还哭吗 不哭了 哭累了 我想多 跟我回家吧 不哭了 晚上外面天气很凉 警告你 别吹在地上 不会的 我会保护好你 我想一辈子保护你 出衣服